1969年4月14日 第41届奥斯卡颁奖仪式在洛杉矶如期举行 在奥斯卡奖的历史上 这是一届比较特别的颁奖典礼 因为他首次使用了无主持人的姓氏 整个仪式都由颁奖嘉宾串长主持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个冷战最激烈的年代中 奥斯卡评委会居然将最佳外语片奖 颁给了一部苏联电影 当颁奖嘉宾宣布本届最佳外语片的获奖者 是苏联电影《战略和平》时 全场嘉宾沸腾了 之后苏联女演员柳德米拉·萨维利耶瓦走上台前 当柳德米拉表示自己的女儿也叫纳塔莎时 颁奖嘉宾非常惊讶地说 天呐你这么年轻就有孩子了 听了这个话柳德米拉说 我都投票好些年了 现场的嘉宾用笑声掩盖了颁奖中的火药味 虽然对于这部苏联电影的获奖 不少嘉宾还是感到意外 但现场所有看过《战略与和平》的嘉宾都表示 苏联人获得这个奖确实是十字名归 这部在世界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的神作是如此的特别 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在提起这部电影时 甚至都忘了它的制作者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在苏联领导人中 最先认识到电影价值的人是列宁 其实不仅在苏联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 列宁也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电影价值的政治家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 列宁就重视起了电影 因为他发现在沙俄宣传共产主义 最大的障碍不是政府打压 而是国民过低的文化水平 对于人均太交易业的沙俄农民来说 跟他们讲剩余价值 阶级逗争之类的内容 确实有点过于抽象了 但电影不一样 这是一种毫无门槛的文艺形式 普通百姓都爱看 而且大家都能看得懂 因此 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立刻开始大力推进电影事业 1919年9月 正前稳定后的列宁只是成立了全俄电影部门 同时 为了发展苏联电影事业 沙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 维二的两家制片厂被合并 合并成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对于苏联的第一家制片厂 列宁寄予厚望 结果 在列宁同志去世9天之后 莫斯科厂的第一部电影展翅高飞才上映 列宁去世后 苏共开始了激烈的路线斗争 电影事业基本无人过问 在这一阶段 莫斯科厂真正实现了放飞自我 1924年 莫斯科制片厂上映了11部电影 题材异常广泛 既有古早时代的特工片 也有宗教讽刺片 还有奇幻喜剧 更重要的是 这一年 莫斯科电影厂拍出了一部 具有里程卑异的主旋律电影 罢工 让年轻导演 谢尔盖·埃森斯坦一战成名 后来更是平静的电影 《战舰播降金号》 成为了全球影史上 开宗立派的著名导演 1927年 腾出首来的苏工中央 终于重新重视起了电影视野 他们拨下大笔预算 让莫斯科制片厂 在莫斯科麻雀山上建立了一个 包括舞台 化妆间 道具室 剪辑室的大型影视基地 堪称苏联好莱坞 然而 大好形势还没持续两年 1928年 莫斯科制片厂的拍摄量 就开始了下滑 产量下滑的原因是 此时的斯大林已经全面掌权 此复的不是不重视电影产业 只不过它更重视工业化 一切资金要优先集中在工业化上 同时 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斯大林对于电影产业 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 他发现 无论一年拍多少片子 最终能堪称杰作的 也就那么几部 既然如此 为啥不把资源集中在 优秀的导演演员上 每年只拍佳作呢 这种只是最后一个满头的思维 显然是与文艺发展的规律相背的 因此 在斯大林时期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产量 一直属于三天打鱼 362天晒网子状态 最后的大清洗又对电影事业 产生了巨大影响 好不容易熬过大清洗 魏国战争来了 这回别说啥电影不电影的了 收拾收拾大家上前线吧 1941年7月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组建了一支党员明明连 同时 上千名导演演员摄像师等 电影从业者被编入部队上了前线 首刃长让米其林子入伍 当了消防员 魏国战争结束后 莫斯科长有146人牺牲于战场上 200余人负伤 除了人员损失严重外 电影的经济基础也被摧毁殆尽 一穷二白的国家 不可能有多少钱来拍电影 转账一停 事业归零 直到1952年 莫斯科电影厂的产量依然很低 曾经是喇叭 现在是哑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 随着霍雷老夫的上台 莫斯科电影厂开始转运了 从1953年开始 苏联电影的经费开始迅速充裕 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经济逐渐恢复 另一方面是因为冷战开始了 最后苏联艾已经意识到 电影在冷战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 作为一场全方位多领域的全面较量 苏联电影必须要跟美国好莱坞间隔高低 但是 当时的苏联电影业显然与穗宗的期待 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二代结束后 苏联电影虽然在国内很受欢迎 但离开了苏联就不太被认可了 原因是 多年来自身难保的状态 让苏联电影的技术落后于美国 苏联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很难被海外观众理解 因此 苏联电影在海外被好莱坞打得溃不成军 所谓人生无限好 只要不比较 二代以后 这种落后于好莱坞的窘境始终困扰着苏联电影的人 直到1959年 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因为在这一年 苏联引进了一部美国电影 《战争与和平》 1959年 苏联文化部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他们引入了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电影 《战争与和平》 最伟大的巨著苏联文化部认为 以《战争与和平》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一定能在苏联卖个好票房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战争与和平》引入后 全苏联的电影院家家傲傲满 全国的观众排着队的去看《战争与和平》 让这部片子成为了现象级作品 而这 让苏联电影从业者真正破坊了 原因是 在他们看来 这部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 它不配啊 这部由奥德利赫本 亨利·方达主演的 《美国版战争与和平》 拍摄于1956年 时长约208分钟 从上映以后 这部片子就在欧美市场褒贬不一 大多数观众都对它不太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208分钟的电影虽然很长 但跟托尔斯泰的原著相比 显然还是固于精健了 对原著比起来 电影的剧本完全就是小帅小美的速通版 这让看过原著的观众极为不满 其次 该片的演员选择也有问题 已经50岁的男演员亨利·方达 演20岁的皮埃尔 实在是有点老太太穿JK 太装嫩了 而女主奥德利赫本 美则美矣 却也与原著的纳塔莎差距巨大 所以 派达蒙版的《战争与和平》 虽然票房尚可 但风评相当一板 奥斯卡三项提名都空手而归 就这样一部相当普通的电影 却在三年后霸榜了苏联电影院 这在苏联电影界 属实是毛坑里边拍砖头 激起功愤了 我们可以接受美国人 把俄国名著拍烂 也可以接受美国电影 在苏联畅销 但我们无法接受 美国人把俄国名著拍烂后 还在苏联畅销 其实这种情况 不仅出现在苏联 也曾经出现在中国 比如当年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拍摄西游记 就是因为1978年 日本拍摄的西游记 实在太辣眼睛了 在日本版的西游记里 唐僧和如来佛祖 均由女演员扮演 而观音菩萨反而是男的 人无可忍的央视 因此启动了央视的西游记项目 所以 苏联人当年的心态 与我们一样 1960年 新上任的苏联文化部长 叶卡杰琳娜 阿里克谢伊夫纳 弗尔采娃 叫来了莫斯科电影场的厂长 弗拉吉米尔·苏林 弗尔采娃对苏林下达了命令 你们厂 必须拍出一部 全方位碾压美国版的 《战争与和平》出来 听了这个要求 苏林是明知山有鼓 先敲崔膛鼓 布朗同志 我们莫斯科长 虽然号称苏联第一大电影场 但拍《战争与和平》 这种剧著 还出点力不从心了 您看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 把剧本砍成了速通版 还花了600万美元 动用了上千人 我们要超过他们 人力财力都吃不消啊 听了这个话 弗尔采娃一拍桌子 嗨 拍片的钱我来除 弗尔采娃表示 兄弟 预算的事你不用考虑 这件事由文化部主使 一切资源由部理解决 无论是财政部 工业部 国防部 哪怕是航天局科额伯 只要你用得到 我全都能搞定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钱人 你就放手拍就行 如果别人说这个话 可能会被怀疑是吹牛 而对于弗尔采娃 苏联相信他绝对能做到 叶卡杰琳娃 弗尔采娃 苏公历史上有名的性情中人 有着苏联最有权势的 女人之称的文艺沙皇 虽然文化部长的地位已经极高 但对于岁宗的铁杆盟友 钱庄书记处书记的 弗尔采娃来说 已经属于第一配了 因此 弗尔采娃拥有远超 自己职业的影响力 他说能做到的事 就真的能做到 有了部长的保证后 1960年6月 一封苏联多位电影制作人的 联名信发表在了媒体上 在信中 苏联电影人宣称 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 是苏联电影事业的耻辱 我们要求制作一部 在艺术品位和价值上 超越美国的作品 以捍卫苏联电影业的荣誉 作为一场 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的斗争 当这分公开信 把拍摄《战争与和平》 提升到与美国竞争的高度后 这部电影就不再 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了 拍摄《战争与和平》 因此迅速立想 项目确立后 就进入了导演选择阶段 对于这样一部剧著 包括《列宁在实业》的导演 米哈耶尔·罗姆 和静静的顿河导演 谢尔盖·格拉辛莫夫等 顶级导演纷纷自建 然而 在一个人自建后 这群导演纷纷退去了 因为伊万·佩里耶夫也参与了 作为六次获得斯大林奖的传奇导演 佩里耶夫在苏联电影界 拥有无可比拟的地位 本来在佩里耶夫申请后 按说导演人选已经毫无悬念 然而 此时文化部却声称 这样重要的项目 导演不应该直接钦点 至少应该有一些竞争 因此 我们推荐年轻导演 谢尔盖·邦达尔修克竞选一下 在苏联 邦达尔修克这个名字 虽然称不算是家喻或小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毫不知名 作为一名只拍过一部作品的新进导演 邦达尔修克在佩里耶夫面前的地位 基本是人家走道他临包 人家转发他打靠 人家喝茶他添水 人家指示他想招 在得到消息后 邦达尔修克自己都非常懵逼 让我跟佩里耶夫竞争 这属于让我种族战门前去报道 我也配吗 事实上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导演选拔过程 至今仍然是个谜案 有人说让邦达尔修克参选 是为了给佩里耶夫垫脚 毕竟如果是大导演被佩里耶夫击败的话 会比较丢人 也有人说邦达尔修克参选 是为了暗示佩里耶夫 斯大林时代的老灯该让位了 未来属于新人 无论真相是什么 反正佩里耶夫的理解是第二层意思 在邦达尔修克参选后 佩里耶夫干脆放弃了资格 邦达尔修克直接当选 莫名其妙的接了个国家级大货 导演有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剧本问题 为了创作这部剧著的剧本 莫斯科厂的厂长苏林跟福尔采瓦申请 申请15万卢布的经费来创作剧本 在之前 苏林电影的剧本成本顶多2万卢布 所以苏林申请的经费被福尔采瓦断然拒绝 不过部长同志拒绝的原因是 这部电影的剧本根本不用你们莫斯科厂筹备 我已经组织了全国作家联盟的同志们共同创作 事实证明 对于这项国家工程 苏联作家们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短短几个月内 苏联的全国作家协会就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全方位的改编 由于创作内容过多 原定的三部剧计划被放弃 电影拍摄计划被定为了四部 最终 1961年3月剧本正式确立 苏联各单位都被要求对该电影予以协助 尤其是国防部 由于剧本中涉及的战争场面 其动用的演员是万人级别的 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电影导演组的指挥能力 因此 福尔采娃为剧组找来了三个比较专业的军事顾问 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军事顾问 弗拉基米尔·库拉索夫 苏联陆军上将 苏联英雄 二代期间加里宁方便军参谋长 时任苏军总参军事训言院长 华约统一指挥部指挥官候选人 教授级别的俄国军事专家 是既有理论知识 也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 第二位军事顾问 马克安·波波夫 苏联陆军上将 苏联英雄 谈加过利云格勒 斯大林格勒 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会战的集团军方便军司令 数万军事的一线指挥专家 第三位军事顾问 尼古拉·谢尔盖耶夫奇 奥斯利科夫斯奇 苏军中将 相比于前两位资历浅了不少 但是尼古拉中将 有了这么一群 苏联80万陆军枪炮教组的指导 军事问题算解决了 另一个困难是礼仪问题 战争与和平中 有大量的沙俄宫廷礼仪的情节 考虑到曾经在宫廷里混过的 沙俄贵族 在苏联活下来的不太多 如何寻找一位礼仪指导 就难坏了去做 最终神通广大的福尔斯坛娃 还是找到了一位 叫安娜·蒂米列娃的老太太 来不署名的担任顾问 之所以不署名 是因为这位老太太 曾经的丈夫在苏联不太受欢迎 她的丈夫叫亚利山大·高尔查特 对 就是那个苏俄内战中的白军头发 在挑选摄影师时 佛尔采娃亲自找来了 一对夫妻来管理摄影组 丈夫的名字叫亚利山大·谢林科夫 是当时苏联知名的摄影大师 而妻子优兰娜·陈 则是个中国人 中文名字叫陈又兰 父亲是民国外交部长陈友人 412反革命正面后 陈友人一家逃亡莫斯科 女儿后来留在了莫斯科电影学院 成为了苏联顾名摄影师 在搞定了摄影师后 导演邦达尔丘克开始了选角工作 这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 由于片子规模过于宏大 光有台词的演员就超过了300人 在挑选女主角时 虽然苏联几乎所有的当中明星 均进行了自建 但导演最终还是选择了 芭蕾舞演员 柳德米拉·塞维利耶娃 饰演纳塔莎 这一方面是因为柳德米拉的气质 确实符合形象 另一方面也是资历太显的 邦达尔丘克故意挑选年轻演员 因为怕大明星来了 自己镇不住 在挑选男主角安德烈时 邦达尔丘克倒想找个大明星 可是接连的邀请两位男演员 却都没有档期 最终在福尔采娃的推荐下 选择了大帅哥吉红诺夫 而在挑选男二号皮爱尔时 导演在挑挑拣拣拣后都不满意 最终决定自己主演 还让自己的媳妇 演了自己剧中的妻子海伦 听说导演亲自下场后 邦达尔丘克的无耻震惊了整个苏联 之前还嘲讽美国人 用50岁的亨利方达演皮爱尔 是老太子穿JK呢 你个40岁的中登 也没比亨利方达强啥呀 面对各方面的质疑 邦达尔丘克也有点不好意思 为了符合形象 他只能增重20斤 就这样 影片的筹备工作算是基本结束 正式进入拍摄阶段 然后邦达尔丘克才发现 自己接的这个国家级项目 真不是个好活呀 1962年9月7日 苏联版《战争与和平》正式开拍 第一个场景就是 法军处决纵火嫌疑犯 地点在新生女修道院 为了追求真实 剧中所出现的一切场景 都尽量使用原纸 上期给的拍摄原则 就是真男人从不用特效 要拍咱就实拍 要用新生女修道院 很简单 给你腾地方 要用克里姆林宫 没问题 我们搬出去 几天以后 剧组就进入了克里姆林宫拍摄 为了拍摄宫廷戏份 苏联各部门开始了总动员 为了营造19世纪的沙俄风貌 剧组要求所有道具 必须用当年的珍品 于是 苏联境内的58家博物馆 开始了集体贡献 大量的吊灯 家具 餐具 珠宝等文物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剧组 尽量确保所有道具 全是19世纪的珍品 但是 对于那些易损瓷器和瓷制物 博物馆是无法提供的 于是 苏联工业部开始了调配 全苏联的40多家企业 开始了专门生产 罗姆诺索夫瓷器厂 根据18世纪的图纸 专门开窑 烧出了沙俄贵族宴会 所需的全套大型宴会餐具 清工部门顶着原料压力 制作出9000套西装 11000件沙衣 12000顶帽子和20万颗纽扣 全都1比1复制19世纪的文物 至于女子的宫廷礼服 则是像19世纪一样 完全用裁缝的手工缝制 除此之外 外景所需要的诸如武器 马具 奖牌 旗帜等道具 剧组也绝不凑合 务必确保所有道具 都与19世纪一模一样 除了道具部门外 由于电影中 要展现火烧莫斯科的场景 苏联的建筑部门 用了两年时间 建造了10万平方米的莫斯科城 用50多处建筑 复原了沙俄时代的莫斯科风貌 然后在电影中一把火烧掉 同时 建筑部门还修建了八座桥梁 其中有三座横跨的地涅薄荷 为了全面布景 苏联农业部除了捐出900匹马外 还从全国各地 移植了上千棵树和海量的灌木 确保把取景地的 所有现代特征全部掩盖 保证电影没有一点串包 1962年10月 电影中最关键的战争场景开拍了 邦大尔丘克带着 规模于千人的剧组 拉着150辆卡车的道具 前往外卡尔巴谦州 穆卡切沃 准备在那里拍摄战争戏份 由于需要的士兵太多 苏联国防部也豁出去了 直接下令 剧组走到哪儿 就用哪里的军人出人配合 实际上 对于战争与和平动用了多少演员 外界一直有很多说法 主要是剧中的场景实在太过震撼 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 苏联人是否完全复原了战争 请注意 以下画面 无论远景近景 都是失败 在互联网上 一直谣传着 战争与和平剧组 动用了十二万五千人 因为历史上的 伯罗基诺战役 就是十二万五千人 实际上 这部电影没有出动那么多人 在1986年接受采访时 邦达尔丘克曾经专门辟谣过 他表示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我们只动用了一万两千人而已 实际上 根据苏联国防部的记载 苏军为了该片 总共出动了一万五千人 由于人数太多 国防部不得不给这支部队 一个临时番号 以避免调配出问题 在战争戏拍摄过程中 由历史学家组成的顾问团 会每天检查士兵们的 服装、枪支、背包等道具 是否符合历史 除了人多之外 仅仅为了拍摄 伯罗基诺战役一场戏 剧组就消耗了 二十三吨火药 四万升煤油 还用了一万五千枚烟雾弹 两千枚手热弹和一千五百发炮弹 实际上 也正是因为拍摄规模过大 这场战争戏的拍摄非常不顺利 邦达尔丘克本来以为 这些这么大的项目 一定是笑江湖四海为家 没想到每天是工地弯砖 祸尼筛杀 由于拍摄不顺 邦达尔丘克逐渐变态 在剧组中到处骂人 一来二去就骂出事了 作为一名年轻导演 《战争与和平》中的很多人员 都是邦达尔丘克的老前辈的 比如福尔采娃指定的摄影师 陈友兰夫妇就比导演资历老得多 哪容得你这么挑三件四 最终 由于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两位摄影师直接辞职 邦达尔丘克只能找来了 另一位新人摄影师 佩特里茨来介绍工作 事后证明 佩特里茨完全胜任了这项工作 甚至开创了一种 让升降机挂着摄像机 匀速运动的炮弹视野 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 这种高强度高难度的拍摄 对于导演以及剧组中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折磨 作为国家级项目 邦达尔丘克不仅要在剧组中 负责指挥 也要时不时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各方压力让他几乎精神崩溃 进入1964年 室外的战争戏基本完成 但室内的戏份又成了巨大挑战 邦达尔丘克带领上千人的剧组 前往东宫下宫等地点拍摄室内戏 由于每场戏 动辄需要动用500名以上的演员 整个剧组一片混乱 大多数的群演根本不懂沙俄的共庭礼节 而高尔查克的一双 又年龄太大无法一一指导 导致室内拍摄极不顺利 剧组定制的瓷器 在两天内就碎了一大半 只能紧急重置 在拍摄一团乱麻的时候 急于出成绩的福尔采瓦 又一天一个电话催促导演 邦达尔丘克急得头发化掉 都快从皮埃尔变成猎宁了 1964年7月 在拍摄最紧张的时候 上级又突然要求邦达尔丘克 在1965年莫斯科电影节之前 必须拿出两部成片 这跟之前商量的时间表完全不同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前 邦达尔丘克是憋气加磨火 最终以气之下的他死了 1964年7月20日 邦达尔丘克的剧组 直接心梗发作 死了 好在苏联大夫靠谱 在临床宣布死亡后 又紧急抢救 把邦达尔丘克又给拽了回来 当邦达尔丘克苏醒后 生无可怜的他 第一句话就是 要是我死了 就让格拉西沃夫把片子拍完 听说导演死而复生 福尔采瓦也很愧疚 但依然没有困陷时间 于是 续命成功的邦达尔丘克 开始了极限运转 到1965年6月底 在电影节开幕的一周前 邦达尔丘克终于把 《战争与和平》的前两部 《安德烈和纳塔沙片》 交了上去 1965年7月19日 在邦达尔丘克 新梗一周年之际 在克里姆林宫中 《战争与和平》 举行了首映 瞬间轰动了世界影台 全球的影人们都震惊于 电影居然还有这种拍法 在好评如潮中 邦达尔丘克又死了 这次的新梗 导致他临床死亡 超过了四分钟 然后又被救了回来 事实上 《战争与和平》中 《安德烈》在 冰死时刻看到的 白色光强 就是导演本人的体验 也算是拿命牌 出来的经典了 莫斯科电影节结束后 邦达尔丘克又开始了 后两部作品的拍摄 到1967年8月 才算正式收工 在经过前后六年的 超高强度的工作后 邦达尔丘克已经形如枯狗 光死就死了两回 基本是把半条命 都搭进去了 最终 分为四部曲的 苏联版《战争与和平》 电影总时长 超过了八个小时 放映时光胶片 就需要二十罐 虽然它的篇幅超长 但它毫无疑问 实现了对 派拉蒙版《战争与和平》的碾压 凭借其过硬的质量 直接打破冷战壁垒 获得罗斯卡 在苏联版《战争与和平》 上映后 很多美国记者 找到了派拉蒙版的导演 金维多 询问他对苏联这部作品怎么看 一番采访 问得金维多莫名其妙 我怎么看 我坐在电影院里看 他花多少钱 我花多少钱 一白这百口 一副这左右 正真好人家 谁能这么拍电影 我拿夏立跟宾与和平的成本 美国影坛一直众说纷纭 但大家公认的是 这毫无疑问是 人类历史上最贵的电影 纽约时报 说其投资营超过了一亿美元 这个说法 被各方媒体广为接受 实际上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了解 苏联的经济体制 根据苏联官方文件 显示 该片的预算是850万卢布 按照当年卢布美元 1比1的官方汇率 总预算也不到1000万美元 而且这笔预算 最终也没有花光 当然 成本如此低是有原因的 首先 好莱坞演员的高额片酬 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以奥黛利赫本为例 他在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中 片酬动辄上百万美元 而苏联版战争与和平 收入最高的男一号 吉红诺夫 拍了六年 片酬也不到三万美元 这些上万的苏军群演 更是奉命而来 无偿服务 其次 苏联这部电影的很多东西 是无法计算成本的 比如剧组使用的 大量文物和场景原制 其他剧组就是想租都不可能 至于国防部提供的武器弹药 建筑部门修建的建筑桥梁等 更是难以计算 所以 虽然预算没有传说中那么多 但将其称之为 史上最贵电影并不为过 事后认明 这么超级昂贵的电影 在上映后 不仅没赔钱 反而还赚了不少 仅仅在苏联国内 战争与和平就收获了 至少5800万卢布的票房 加上海外发情的票房 肯定是赚钱的 这种高投入 高回报的模式 极大的激励了苏联电影界 很多时候 事业上的成功就像尿裤子 别人虽然也看在眼里 但其中的暖 只有自己知道 在战争与和平成功后 苏联上下逐渐认可了 这种大手笔的拍片方式 很快邦达尔球克 就又接下了 《花铁卢战役》这种 在战争与和平 取得巨大成功时 莫斯科电影制片港 的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这么要命的任务 终于快结束了 此时岁宗已经下台 薰宗在位 暂时应该不会再有 这么大的工程了吧 然而 1965年 薰宗又送来了新的任务 1962年 美国福克斯公司 拍摄了著名战争片 《最长的一天》 1965年 华纳兄弟公司 又拍摄了《突出步之战》 这两部电影 都以场面宏大而入城 讲述了美军 在二战中的应用牺牲 并且完全没提苏联 当然了 人家讲的是西线故事 本来也没有理由提苏联 但在冷战期间 这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众所周知 谁掌控现在 谁决定历史 在薰宗看来 这要是让美国佬的电影 独霸赢瓶 这二战不成了美军打赢的了 1965年底 薰宗召开了国防部 文化部和财政部的联合会议 会上几个部门 很快达成共识 我国的二战电影 明显落后于美国 必须尽快创作一部不朽的史诗 碰巧的是 此时的苏联导演 尤里·奥泽洛夫 刚好发表了文章 讲述自己 对于苏联二战电影 缺位的不满 他表示 作为一个业内人士 我看了那些西方电影 简直难以忍受 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东西来 否则 未来人们会忘了 是苏联红军解放了欧洲 我们无法知道 奥泽洛夫导演 是否在事先就知晓 高层要拍摄 二战电影的计划 不过以他二战老兵 兼克格勃特工的身份 对这件事的愤慨 也是情理之中 奥泽洛夫的文章 正合高层的意愿 既然奥泽洛夫同志 如此有热情 那勋宗已经决定了 你来当总导演 因为一篇文章 奥泽洛夫和邦大尔丘克一样 也接下了一个国家级大活 穆斯科电影制片长 和文化部 同样奉命支持奥泽洛夫 在电影立项后 福尔采瓦找来了奥泽洛夫 两人探讨了一下剧本问题 然后奥泽洛夫尬着了 对于剧本的基本思路 福尔采瓦表示认可 对于《魏国战争》 这样的史诗篇 奥泽洛夫准备 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既要讲高层决策 也要讲基层士兵 但是此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在电影中展现斯大林 在苏工二十大后 斯大林已经被遂宗 给彻底批倒 虽然遂宗此时 已经回家中包秘 但勋宗也没有 给斯大林正式平反 如何讲述斯大林 就成了一个问题 除了斯大林外 如何塑造已经回家的 朱可夫和毕利叶的贝利亚 也是个问题 可如果不讲这些人 宏观的戏就压根没发演了 所以在创作力剧本时 奥泽洛夫和编剧们 很快就劳不住卡扎了 进退长难了 在了解了这个问题后 福尔采瓦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咱们的主题是解放 那就不要讲 《魏国战争》 中前期的故事 41年的溃败咱不讲 莫斯特的斯大林格勒 咱也不讲 咱直接从战略反攻开始 解放嘛 咱们应该是秦始皇坐电梯 上来就是赢 这个思路拯救了编剧团队 在战略反攻阶段 最高层的戏份可以不讲 在紧张创作之后 剧本于1966年末完成 但是与战争和平不同 在解放拍摄时 大批中国战争的将领和亲历者 都还在世 因此剧本进入了 漫长的审核和指导期 最终有几百名专家 直接跟组进行指导拍摄 除了苏联外 还有大量德国和波兰的亲历者参与 在军事顾问方面 本来奥泽洛夫打算一步到位 直接找朱可夫 但因为正的原因 这事最后没成 最后首席顾问变成了 苏军的参谋天才 谢尔盖十杰免科大将 同时 海陆空军各处一个上将来辅佐指导 在准备工作结束后 奥泽洛夫开始了选角 总体来说 选角工作基本顺利 唯一的问题是 扮演科涅夫的演员 莱格科夫实在太敬业了 为了演好科涅夫的角色 莱格科夫有事没事 就给老帅打电话咨询 而且不分昼夜 一段时间后 假科涅夫把真科涅夫干破坊了 科涅夫联系了导演 强烈要求换个有边界感的演员 老汉我今年都快七十了 我又不是电话客服 24小时待命 他没白没黑的打电话 吓得我都快心梗了 大兴起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赶紧换个人 让我斗活两天吧 除了莱格科夫外 另一位出身体的演员 是东德演员弗里斯·迪茨 由于外形颇有元首神采 弗里斯已经在过去多部电影中 出演过希特勒 几乎成了特性演员 弗里斯因此不愿意再演希特勒 为了骗弗里斯来 奥兹洛夫写信给他 说这次不让你演元首了 让你演曼士坦因 听说坏了角色 弗里斯性痛中的来了 进了剧组后 就被导演大门一锁 暗头演完了整部希特勒 1966年底 电影的拍摄工作开始 应该说奥兹洛夫相当抗躁 在各路大神的反复指导修改后 也没有死过这 坚持拍完了解放五部曲 当然了 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是 解放的拍摄规模 确实也没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夸张 毕竟年代没有那么久远 不用太注意细节 整部电影也仅仅只动用了 150辆坦克 2000门火炮和5000门演员而已 不过 因为涉及大量国外场景 整部电影的预算 明显高于战争与和平 成本大约4000万美元 但是 凭借过硬的质量 解放系列还是轻松收回了成本 电影的五部曲 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卖出了4亿张文票 这个成绩让薰宗和莫斯科厂 相当满意 然而 当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 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在解放系列的拍摄期 领导莫斯科厂的厂长苏林退休了 新厂长西佐夫是个谨慎保守的领导 1974年 一直大力支持电影事业的 传奇女部长福尔采娃也去世了 有传言她是自杀的 从此之后 莫斯科厂不再有有魄力的领导 搞开创型创作 整个机构开始沉闷了下来 1986年 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 邦达尔丘克和奥泽洛夫 被免去所有电影场职务 邦达尔丘克于1994年 又一次突发新梗 这次没有救回来 享年74岁 而奥泽洛夫在苏联解体后 依然拍摄了不少作品 在2001年并逝 享年80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苏联电影业开始了市场化改革 莫斯科电影场 也不如以前 苏联解体后 莫斯科电影场 一度到了要关门的窘境 还是邦达尔丘克等老一位导演 出手相助 才让这个制片场存活至今 时至如今 这个历史悠久的电影制片场 依然存在 但早已没有当年的辉煌 每年推出的电影也去之可数 很少有人能想起 这个电影场曾经拍出过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史诗电影 只有在博物馆中沉重的胶片面前 人们才能感受到 这个如今已经泯然重人的制片场 曾经在半个世纪以前 有过那样震撼世界的光辉过往